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前段时间小编的朋友圈都被奥迪A8霸评了 扑面而来的都是奥迪A8的消息 小编也好奇的去看了看 结果一看不得了 奥迪又在搞事情 有消息称 基于奥迪A848F电气系统带来的AI主动悬架系统 使得奥迪全新的底盘能够抵消所有震动与颠簸 我的天 空气悬架是比普通弹簧悬架的组成更麻烦的 更别说还有48V的电气系统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装备 可以使用在奥迪A8上 四轮转向使得车辆在高速过弯的时候更加稳定 主动防清感和提升侧碰桩被动安全的 当然还有遍布车身的12个超声波传感器 4个360度全景摄像头 实时捕捉路面信息 4个中程雷达 一个远程雷达 在前中网内部还装备有激光扫描仪 探测距离可达250米 以及前方挡边缘 装备一款前置摄像头 车辆前部装备一个红外摄像机 不仅如此 奥迪A8还在四个悬架装备有四个电动执行器 能够实现主动防清感的作用 还可以单独对某个车轮施加扭矩刚度 对防清感的控制自由度更大 此次奥迪A8将带给我们全新的车驴体验 实现安稳处境 这与奥迪突破科技洗涤未来的理念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此厉害的技术 如此大手笔的操作 先不论价格 就这技术和操作 以及奥迪A8将带来的效果 已经征服了大多数人的心理 相信在奥迪A8正式亮相的时候 震撼远比现在所说的 内脸的奥迪 将必会再一次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